我們看這一體 這一體他說,如這個圖所示 這個一組雙小貨 經用一個波長的平行光束 以α角入色 以阿瓦財布色 那現在,這個一跟二的話 到達遠處屏幕上的光層差為何 好,那我們現在的話 怎麼看呢,我們假設 這道光跟這道光的話 它的光層差是多少 這道光的話 在這邊的話 它比它多走了多少 多走了這一段距離 那這邊的話 這個又 這一個 又比這個少什麼呢 少走了這一段距離 也就是說 這個它的光層差 我們 我們假設叫一跟二好了 我們那個算什麼呢 算一比二 多走的那個光層 叫做Δx 那這樣的話 一比二多走的多少距離 這段距離 減掉這段距離 因為這段距離是多走的 這段距離是少走的 這是多少呢 這是D 這是α 這是α的話 這也是α 這個加這個角色 這個加這個角色 所以這也是α D D Sine α 減掉多少 少走這段距離 這個我叫α 這個我叫α D 這個是90度 這個沒有畫 這是90度 這個沒有畫 這也是9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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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D 這是斜邊 D Sine α D D 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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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加這個90度 然後這個也是垂直 這個加這個90度 所以這兩個角一樣 所以這等於 D Sine α 減掉 Sine Sine 就是說 一比二多走這麼多距離 那這個就是一與二的光程差 好 再來我們看看 這是第二小提 第二小提 第二小提 他說 路射角α 至少應該多長 才會使得 屏幕中間 屏幕中間 它變成暗 它屏幕中間的話代表 它從這裡出來的光 是這個直接 這樣提醒過去 所以在這裡 它光程差等於0 就在這邊光程差等於0 那要在中間產生這個 這個香蕉干涉 或是破壞區干涉的話 那麼這個 它的距離 1比2 多出來光程差 最少是半個多層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這個 D Sine α 我本來要是半個波長的激素被 所以至少是半個波長 那這樣我α 就可以算出來了 就是 AXSine 我把D 除過去 蘭達除以2D 它在取反三兩度 這個就是它的角度 所以 第二小屏 是這個 答案 Mg Mg Mg